谢谢市政府的邀请这样子 然后让更多观光客可以来基隆 这个活动它的确能够带来人流 因为大家看到这个活动的旗帜 就会感到好奇 只要讲到什么寿司啊日式料理 一定会想到我们 基隆首度举办的寿司季票选活动 吸引许多在地的寿司店家来响应 共有六大类十八个寿司店家获奖 副市长邱佩玲和议长秘书杨文和 及多位市议员亲自颁奖 票选活动效益更吸引超过万名以上的旅客 来基隆吃寿司带动观光消费 举办的这活动其实带动了很多人流 其实我们的店里啊 那还有我觉得整个基隆市区 都因为这个活动啊 那它可以带来很多的曝光 然后以及行销 基隆寿司 熊同奖 好在有议会的支持 那刚才主持人说了 我们这回活动总共有十万名 一千六百二十五个人去参与浏览 真正参与的人有一万九千个人 在短短的二十天之内 二十五天之内 没有这样的成绩 一天近乎四百个人参与 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的花寿司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就都很有名 基隆的餐厅都是跟我们拿外汇的寿司 因为比较希望就是我们可以就是 像现在一样就是网美的样子 然后去给大家就是好拍照 好打卡的地方 不同的握寿司啊 生鱼片啊 或者是生鱼片盖饭 都在那里做很密集 那如果欢迎大家来的那一市场 他可以来一趟市场 他可以品尝到不一样职人所带来的美味 很欢迎大家来基隆品尝美味的寿司 对于创业来说 我觉得现在就是基隆又离卡巴丁很近 所以要补鱼货的话 其实我们都有优势 基隆就有优势 很多台北的也都会有专程来我们基隆 基隆补鱼货 基隆首度举办的寿司季活动 成功打响基隆寿司的名号之外 活动宣传效益也吸引农粮署的注意 我听他们告诉我说 农粮署知道我们办的这个活动 非常感动 说他们一年捧摸他们的米都没有我们做得这么好 效果都没有我们这么棒 所以希望明年跟我们一起加入合拜 因此在这里也拜托议会支持 也谢谢各位店家 因为你们优秀表现 可以让这个活动一年接一年 让我们持续在基隆永远办这个活动 因为我们忽然忽略到一点 就是寿司除了上面的东西之外 它下面的米是很重要的 用了很多的米 所以他很希望说明年可以跟我们合拜 一起推广台湾的米食文化 副市长邱佩玲再次感谢议会大力支持 和在地寿司店家的参与推动 透过政府民间携手合作 吸引各地的游客来基隆吃寿司品尝美食 为基隆创造更多的观光消费商机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